新冠疫情 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中美貿易戰也越來越緊張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另外一場戰爭也迅速的展開了 那就是網路安全戰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V台灣 歡迎收看這集的投資金骨追 我是Will 我是Rena 每週五分鐘為大家解讀一家上市公司 過去幾個月為了抵抗疫情 各國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行動管制令 待在家裡的時間大家都在幹嘛呢? 居家辦公 還是追劇還是網路購物 還是跟著我們一起學習每股投資呢? 不管是哪一件事情一定都脫離不了一個東西 那就是網路 這一集的投資金骨追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網路安全 以及看看有哪一些提供網路安全服務的美國股 我要重複提醒大家 我們的分享不是任何買賣建議 大家一定要做足功課 才能做到正確的投資選擇喔 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中美貿易戰也越來越緊張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另外一場戰爭也迅速的展開了 那就是網路安全戰 3月份的時候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網站 遭受了數百萬次的攻擊 中國多處的醫療衛生機構網站 也遭到了大規模的惡意攻擊 FBI承認網路犯罪 在這段期間已經成長了三倍之多 因為網路的關係 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了 但是也為駭客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就連以安全著稱的蘋果公司 也在去年發生了 用戶信息洩漏的事件 以向18年的統計顯示 全球網路犯罪 單單是在金融服務業 就造成了平均 1837萬美元的損失 根據預測 2021年網路犯罪 將給全球造成 6萬億美元的損失 各類型的網路犯罪 本來就層出不窮 吸掛疫情就像是催化劑 讓網路犯罪率 跟著使用率一起倍增 也導致了全球不少業務的中斷和財務損失 網路安全市場規模 在2019年超過1500億美元 估計到了2026年 會增加到4000億美元 網路安全簡單來說 就像是要保護整個系統裡的數據 包括硬體、軟體、基礎設施等 不會遭受未經授權的訪問 破壞或修改 不要以為就像是在電腦裡 安裝防毒軟體這樣簡單 事實上它所涵蓋的範圍 卻非常非常的廣 包括身份管理、數據安全 雲安全、移動安全、終端安全 防炸期和交易安全等等 涵蓋的範圍完全超出你的想像 甚至連提供網路安全服務的公司 也可以細分不同類型 一類是承接政府國防安全 或軍事防衛的供應商 一類是像Cisco一樣 為基礎產品業務增加安全方案的供應商 一類是以單一服務種類做到領先地位的供應商 比如做大數據分析的Splunk 做身份認證安全的Octa 當然也有像那種包山包海 什麼都提供的綜合網路安全服務供應商 聽起來是不是很複雜 不在你的能力圈 有沒有想放棄的感覺啊 但是這個行業的增長速度 非常的快 放棄的難免有點可惜 怎麼辦呢 就讓我在這裡介紹幾家 近期表現可圈可點的公司 作為對這個產業的入門專吧 說到安全系統 大家對防火牆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而在防火牆領域的佼佼者之一 就是Fortnet了 Fortnet成立於2000年 為客戶提供網路安全設備 和問題網路解決方案 他們的旗艦產品是防火牆平台 Fortigate 通過這個平台提供多層次的安全和防禦體系 來保護數據以及應用程序 這些功能包含了防火牆 虛擬專用網路 網頁過濾器 垃圾郵件阻擋等等 Fortnet的產品系列我們就不相談了 還是來看一下公司最新的財務表現吧 今年第一季度的報告 總收入為5.77億美金 同比增長了22% 來自於產品業務的收入增長了18% 達到了1.92億美金 而服務業務的收入呢 則增長了24% 達到了3.85億美金 服務業務方面的增長 一部分得歸功於疫情的因素 為了提高居家辦公的網路安全 公司的FortiToken FortiAuthenticator 還有FortiClient的需求也提高了 值得留意的一點是 Fortinet近三分之二的總收入 是來自於服務業務 而其中的90%的收入 只是來自地研收益 Deferred Revenue 什麼是地研收益呢 就是公司在實際提供服務前 預先收取的服務費用 與實際收益相比 地研收益如果能夠保持穩健的增長 這能反映FortiNet有能力維持良好的增長步伐 第一季度 FortiNet的地研收益增長了26% 達到22億美元 其實如果回去看過去8個季度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公司的地研收益 的確是在不斷的提高 FortiNet的平均合約期是25個月 也就是他們擁有平均兩年以上的穩定收入 如果我們從交易額來看的話 超過25萬美元和50萬美元的交易 帳單價值分別增長了22%和20% 超過100萬美元的交易 在帳單價值上增長了27% 這說明FortiNet獲得了更多來自高端企業的客戶 能夠鎖定盈利豐厚的長期交易 對投資者來說當然是好消息了 Octa 成立於2009年 提供雲端身份認證 也叫身份級服務 Identity as a Service 可說是這個領域裡的龍頭老大 這是怎麼樣的服務呢? 我舉例來解釋好了 是想一下當你要用微軟的軟體的時候 你得先登錄微軟帳號 接下來要截取Google雲端資料的時候 你就得登錄Google 要Zoom開會 就得登錄Zoom 是不是覺得很麻煩呢? 還有當需要使用的程序和信息 越來越多的時候 穿透的防火牆、入侵檢測 就會越來越難照顧到使用者身份認證上的安全了 而Octa 就提供了一個單一的登錄平台 讓客戶能夠通過任何設備 安全地連接到其他的雲端應用產品上 根據Octa發布的2019年度的工作報告 Octa 客戶平均擁有83個雲應用程式 其中9%的客戶擁有200多個雲應用程式 從最新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財務業務來看 Octa 的表現是有驚喜的 總收入為1.83億美元 比同期增長了46% 訂閱收入為1.74億美元 比同期增長了48% 運營性現金流3870萬美元 比同期增長了82% 自由現金流2977萬美元 比同期增長了126% 可是其實公司到現在還沒有獲得盈利 這難免就讓人有點擔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過去的表現 公司在14年的時候只有4100萬美元的收入 到了2019年已經增長到了5.86億美元 5年複合增長率超過70% 自從2016年以來 公司的毛利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 所以如果他們可以保持這樣的增長幅度 我相信未來的表現還是很令人期待的 那麼在同行的競爭中 根據Gartner的訪問管理 牟利向線 Octa連續三年都是該領域的領導者 競爭優勢主要在於不斷和更多的軟體達成合作協議 現階段就已經可以通過Octa平台 連接使用超過6500個應用程序 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忽略 微軟、Pin Identity、IBM這些對手緊追在後 所以在不斷擴大產品範圍的同時 要如何控制研發和銷售費用以達到盈利 對Octa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Crosstrike成立於2011年 是一家針對雲計算的網路安全供應商 有別於它的競爭對手 Crosstrike的網路安全策略 不是單單用防禦的方法 來解決網路攻擊事件而已 而是好像情報局一樣 收集和整理情報 然後提前阻止問題的發生 公司有一個叫威脅圖表的設計 會處理、監測、分析和用AI人工智能 演算超過1萬億個 終端數據傳來的數據 然後把這些資料分享給所有終端的客戶點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美國某家公司據點 受到可疑的威脅 這個資料會被儲存、分析和演算 全球的其他客戶同時會從中獲益 受到相關的保護 因為同樣的攻擊手法已經無效了 公司最新公布的季度業績 非常亮眼 收入1.781億美元 同比增長85% 年度經常性收入猛漲了88% 達到6.86億美金 客戶群增長了105% 營運現金流為9,860萬美元 和去年同一時期的140萬美金 相比增長了6,943% 自由現金流為8,700萬美金 去年同期為-1,610萬美金 增長了640% 所以如果回顧 18和19年的業績表現 工資的增長率分別是125%和110% 以SAAS模式營運 19年客戶群也增長了105% 所以從現有客戶群 和越來越好的表現來看 CrossRite在未來 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除了剛剛所介紹的三家公司外 在網路安全領域裡表現不俗的 還有 Checkpoint Splunk PeloAuto Rapid7等等 各有各的優勢和風險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要好好的把功課做足了 如果做了研究之後 還是無法徹底了解不同公司之間的差異 無法做決定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購買 網路安全ETF 美國市場裡有四支網路安全的ETF 最大的兩支就是 First Trust Nasdaq Cybersecurity ETF 和ETF MG Prime Cybersecurity ETF 目前CIBR裡有44家公司 而HACK有57家公司 兩支ETF裡公司的重複性很高 主要的差別在於 CIBR選擇規模比較大的企業 所以投資組合裡的公司 最低市值也有2.5億美元 而HACK範圍比較廣 從千億市值到一億市值的公司都有 根據這樣的標準 我們可以知道 HACK擁有一些發展更快 但風險或許比較高的網路安全公司 所以在強健的市場環境中 可能在短期內會跑贏大盤 而CIBR投資組合下的 都是比較穩的大型公司 波動性相對比較小 對於長期的投資者來說 可能是更安穩的選擇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 投資金股追 導租金購追的內容 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分享出去唷 若不想錯過更多好的內容 一定要點擊影片 右下角的訂閱鈕 並開啟小鈴鐺 如果其他想要認識的上市公司 也歡迎留言在下方讓我們知道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